大家好,我是福平。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公司是亚航。 众所周知,亚航是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亚洲规模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而它的灵魂人物,东尼费南德斯也是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东尼以一令级收购亚航的事迹,但是相信不少人对于其中的细节不甚了解。 因此,本期视频将会以三个角度来解析东尼费南德斯的亚航,分别是东尼与亚航的故事、亚航的改革,和亚航是科技公司。 在开始之前,希望朋友们能够顺手点个赞和订阅本频道,也可以顺便看一下本频道的其他视频。 本频道会主要介绍,分析和解码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历史以及故事等等,但不会对该公司提供任何的买卖建议。 当然,如果各位朋友有想要了解的公司或话题,也非常欢迎留言让我知道。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东尼费南德斯本名叫安东尼费南德斯,东尼是他的教名。 他于1964年4月30日在马来西亚一个天主教家庭出生,父亲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母亲是商人,因此他的家境还算优渥。 父亲史迪芬出生于印度国阿邦,而母亲伊纳费南德斯则是一位马六甲州葡萄牙后裔。 自小,东尼就跟着母亲居住。 12岁时,东尼就被送往英国埃普森学院求学。 15岁时,他的母亲因肾衰竭引发心脏问题而不幸去世。 当时他只身在英国求学,准备考水平,他听取父亲的劝告,没有回国出席母亲葬礼。 母亲去世后,家人变卖吉隆坡老家,资助仍在英国读书的东尼。 1987年,东尼取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大学会计学士。 1987-1989年间,热爱音乐的东尼在维京大西洋航空和维京唱片上班,从事金融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东尼日后也跟维京集团总裁理查德布兰森成为了好朋友。 1991年,东尼正式成为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会员,并于1996年,被工会升级至资深会员。 1992年返回马来西亚后,身为高级金融分析师的东尼加入华纳音乐,并成为该公司历来最年轻的董事经理,随后更是升任华纳音乐亚洲区副总裁。 2001年,当华纳音乐的母公司与美国在线公司合并时,东尼毅然决定离开华纳音乐并开始追求他理想中的生活。 他向时任政府申请注册一间廉价航空公司,然而却遭到政府拒绝。 他得到时任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事务部部长拿都巴哈敏惹家的帮助,得以和时任首相敦马哈迪见面,并明白政府无意再发放航空执照。 因此,东尼只有接受建议,以1令吉收购了亚航,以获得梦寐以求的航空执照。 让我们来说一下被东尼收购前的亚航。 亚航是由马来西亚政府国营集团,多元资源重工业于1993年成立。 由于马来西亚占据着东南亚非常有力的海空运输枢纽位置,因此亚航起初试图通过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得的两架飞机,来开展包机运输业务以打开大马的航空运输市场。 然而,亚航自成立之初就因经营和市场方面的原因,很快就陷入资不抵戴的困境。 因此,多元资源重工业公司才会毫不犹豫地,将亚航这个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烂摊子以可以忽略不计的象征性价格转卖给东尼。 当时,东尼用一令吉来获得亚航的经营权,同时也接手了亚航四千万令吉的债务。 东尼与多元资源重工业公司实在2001年9月8日签约,而在签约的三天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重创了整个航空业。 然而,东尼仍然凭着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亚航2002年就转亏为盈,并持续多年取得盈利。 那么,东尼到底对亚航做了什么改革呢? 想起亚航,我们就会想到它价格亲民的机票。 没错,亚航主打的就是廉价航空,同时它也是亚洲首个廉价航空公司。 那么,想要支撑起那么便宜的机票价格,它的成本控制必须做得非常好,公司才有可能取得盈利。 而亚航强大的成本控制也是被众人所津津乐道的。 首先,亚航明确了其廉价航空的定位,只为乘客提供基础的服务,如果需要额外的服务则需要另外购买。 其实,在飞行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旅客都需要在机上用餐、喝水或者享受其他服务。 亚航专门针对这一旅客群体,在免除相应服务项目后,与同业相比可节省费用的80%。 同时,虽然不对全体乘客提供免费饮料和用餐,但对那些确实有需要的乘客,可以通过快餐服务选择在飞机上付费购买。 众所周知,航空业最大的成本就是来自于燃油。 因此,亚航积极采用新飞机来降低油耗,因为老飞机比新飞机更加耗油。 而且,亚航每次会固定采购两到三个机种,因为机型单一可以有效节省航财维护及保养费用,降低对多种机型零部件的库存数量, 同时方便飞行员的统一培训及改装飞行,减少训练飞行员的经费支出,而技术团队也得以集中精力于少数机型的操作与维护,从而成为该机种的专家。 此外,亚航在飞机出厂时对机舱内的座位进行重新调整,缩短座位间距离来增加座位数。 在座位安排上,亚航飞机没有三级分舱,转而布置了更多的经济舱座位,试图把每趟航班的利润最大化。 其他成本控制措施也包括了飞机上,不安装机窗遮光板和其他非必需品,将座椅换成不能调整倾斜度的椅子,尽量说服乘客携带轻便的行李上机,以节省搬运时间和费用等等。 与其他传统航空公司不同,亚航会主要选择停靠二线城市或一线城市的次级机场。 这是因为大型机场经常会大排长龙,跑道很长,滑行及起飞所用的油量也就较多,而且还会损耗飞机性能,增加维修及更改装置的成本。 所以,亚航选择较小的机场起降,就可以享受更低的登陆和停靠费用,同时还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航班时刻,减少飞机滑行等待时间和避免航班延误。 除此之外,亚航还善用科技来进一步降低成本。 亚航从2002年就开始推出亚航网站,让乘客能够直接上网订购航班。 除了能够方便乘客之外,这还能显著地减少亚航的人工成本以及分销成本。 2003年8月,亚航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引进手机短信订票系统的航空公司。 在航空业,通常是以每航行千米,每个座位的营运成本来比较成本控制能力。 成本控制能力极佳的新加坡航空,其每千米,每个座位的营运成本为5.58美分,美国的航空公司甚至高达8美分以上,而亚航公司却能控制在2.5美分,属于行业内最低。 低成本运营已经成为亚航盈利的核心因素,并实现了人人都能飞的愿景。 近些年,东尼开始推动亚航的科技转型,试图把亚航更加数码化与科技化。 2018年1月15日,亚航推出了自家的电子钱包,正式进军金融科技领域。 如今,它已经成长为马来西亚领先的电子钱包之一。 此外,亚航还积极争取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另外两个国家的数码银行执照,让亚航能够进行金融类服务,包括提供在线借贷,特别是没有银行账号者或是缺乏银行服务家庭。 2020年10月8日,亚航集团正式对外宣称,亚航不再是一家航空公司,而是升级为一站式旅游平台。 当天,亚航就在网上宣布其全新身份,东盟地区的超级应用平台,这代表着亚航从数字航空公司到为所有人提供综合生活方式的平台的转变,也标志着亚航集团迈入了新的纪元。 升级后的亚航不仅会继续销售亚航的所有机票,还将利用自身7500万用户及超过15条产品线搭建的数字化生态平台,提供全方位的旅游、生活方式产品和服务。 通过旅行,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三大支柱为广大用户,呈现出超过15种品类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为用户提供更简单、更快捷、更便利的服务体验。 受到疫情的影响,全球的航空业都陷入了寒冬。 想要在这场浩劫存活下来,开发新的收入驱动因素是必然的。 而亚航早些年推动的数码转型可说是恰逢其实。 因此,不难看出,这场疫情会进一步加速亚航的数码转型计划。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欢迎点赞、订阅、收藏、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